上个星期六的晚间在国庆廉假中 高雄市区传出了恶臭造成人心惶惶 不知道臭味从哪里来 也不知道臭气里的成分到底是什么 市议员佟彦珍认为 环保局应该要负起追查的责任 向市民报告最终的调查结果 未来也要建立完整的机制 让市民放心 高雄市民在国庆廉假中 因为空气飘出异味引发恐慌 市议员佟彦珍接获许多市民陈晴 希望环保局给一个正确的说明 告诉大家当天的臭味 到底从何而来 成分对人体有没有害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机制 当我们的空污严重的时候 严重污染的时候 不但第一你要查出 它的根源是来自于哪里 这个源头如果是你可以防治的 你可以预防的当然很好 可是源头是你不能够不可抗拒的 你要跟民众说明 如果你没有一个事切的管道 来提醒居民 我觉得我们市民的健康也是看绿的 通报到异味 那第一时间 一般是我们的消防局的伙伴 他就近就会到现场去 那到现场去 同步他就会通知环保局跟金发局 那环保局就会到现场 金发局赶紧就会去查 附近有没有石化管线 有没有天然气的管线 那在10月7号的这个事件里面 并没有当地有这些管线的通过 所以第一时间就排除掉 高雄市三年前发生石化气爆意外后 市府成立石化办公室 在接获异味通报之后 会立即启动采取相关措施 不过10月7号晚间的异味却无所获 环保局目前仍在持续了解当中 市议员佟彦珍认为 高雄市长期受到空气污染问题 现在连要出门运动都要先看空气品质状况 才能决定 希望环保局能制定有效的发布机制 让市民在第一时间就能掌握状况 我觉得从长此以来 都没有一个很好的管道让民众了解 高雄市空气污染的问题有多严重 只有民众自己去发现 这才是问题 所以我今天就是呼吁环保局 一定要建立一个机制 当我们的空污很严重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跟管道 环保局必须要找更好的仪器 在最适切最短的时间之内 让民众了解 这个空气的污染的臭味从何而来 让民众可以放心 佟彦珍也要求环保局 针对国庆廉价的臭味事件提出报告 别只是让民众自己上网找答案 对此环保局承诺会检讨改进 避免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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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